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1月23日 今天看到香港的媒体 南华早报报道 说是有关方面透露 习近平将在近期 大幅度的提升这个部队里面的薪水 不论是当官的还是士兵 这个提醒的幅度都比较大 那么这件事情 我认为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因为什么习近平现在把全部的赌注 就压在这个军队上面了 习近平2012年是上任 到明年后年 按照惯例就应该是让出全力了 你像胡锦涛还是江泽民 都是有任期限制 但是到了习近平他要搞终身制 他不想下来 那靠什么 靠军队呗 因为军队是枪杆子 国防的力量在中国不是独立的 这个习近平认为他能不能就是维持他的专制统治 主要是靠一个是枪杆子 一个手铐子 手铐就指这个警察 警察现在由这个王晓 王晓鸿负责 他也放心 这个赵克志就是个摆战 实际上 大部分权力都在这个王晓鸿手里 王晓鸿在福建那个时候就跟随他了 一直跟到现在 这个人现在担任了特勤局的这个领导 这个所以说习近平认为只要军队忠诚于我 那我就有力量镇压 镇压是两部分镇压 一个是岛内 以反腐败的领业 选择性执法 对那些政敌进行打压 不负自己的 尤其是他认为是网易中央的 就包括认同这个任其职 这些官员 他肯定是 这个有一些有想法 有警惕 特别警惕这些人 会这个在党内 集结起来 这个颠覆他 抢夺他的权力 那么在社会上呢 那就以这个打黑的名义 这个什么清除黑恶势力的名义 进行镇压 镇压靠什么 都得靠枪杆的手铐子 脚铁子 那么所以他为了讨好这个当兵的 这个早早就布局了 实际上 他从我印象当中 好像从这个2013年14年 他就开始提倡什么呢 军民融合 什么军民融合 就是军管呗 就把自己的人马都安藏到部队里 这个部队呢 这些新的过的领导干部 这个派往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 担任重要职务 其中有一些人担任常委 你看各个省市都有 那个表面看是省长书记说了算 实际上每个人后边都占个大兵 这大兵都是常委 这个省委常委 温书区去司令 这个等等的 那么这一次他这个大幅度 仗星呢 之所以有这个风声传出来 就是因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军队帮助他 这个那么据说他这一次这个 这个仗星这个幅度啊 多达40%啊 说驻西藏新疆东海南海等边境地区的军队士兵 账价是账心最多呀 另外试图的前景好的年轻军官 受益是最大的 今天海外的网站上都纷纷转载这篇文章啊 最早来源是这个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是马云旗下的啊 那肯定消息比较灵童啊 又在香港 香港旁边就是深圳了 内地的消息近来非常方便 所以这个消息应该讲是比较可信的 据这篇文章讲说是 军队呢 这一次的仗星可以让他最多增加 就一个上校军官啊 每个月可以增加 多增加7000块人民币啊 额外收入 由此推断 他的月薪超过2万元 你想这太惊人了 目前不太清楚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啊 据说应该很快就可以仗星啊 其中军方这次仗星最大受益者是驻西藏 新疆东海和南海等边境的军队士兵 退休军官也会依照服役年限 每月可获得更多的这个退休军啊 说这一次这个仗星呢 调星呢 与习近平为首的中央军委 军委在1月1号发布了 现役军官管理战刑条例有关 条例有十多项这个规定啊 以及军方选拔培训 晋升福利等等 那么军方消息人士 无论现役军人还是退役军人 他们都对中共军事委员会 缺乏透明度的制度感到这个担忧啊 这个消息人士说 中央军委只是提到他们 已经发布了十多条法规 规则和通知 但是这些文件都不是允许公开讨论的文件 那肯定了 上级定了 下级就执行 在部队里是军命 军令如山倒 上级将怎么干就怎么干 人冲锋就限制就冲 当炮灰当炮灰啊 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仗星这个事 也是安抚为了讨好这个稳定 当兵的情绪 社会越不稳定 他在党内的那个地位越不牢靠 越不得人心啊 搞极左路线 倒行逆势啊 和这个老百姓的愿望向对立 这造成一些社会 公共事件 突发事件 越有这个事件 他越有不安全感 越不安全感 他越向这个军队来 这个看齐啊 笼络军队 那当然他主要是靠 以前的老关系 就是这个张有霞 张有霞是他爸爸张 张仲迅啊 和习仲迅都是铁格们 这是叫世代 矫情啊 已经两代人了 矫情 那不一样 但是 这个能维持多久呢 你包括这个提心这个事 你还永远提啊 比如说你这次 涨了40% 明年呢 后年呢 随涨船高 还有个联动反应 就是你这部队长了 那么机关那些干嘛 不有一些 他们也要长 那他长 老百姓没有一件 工人 农民 教师 这个医疗工作者 科研工作者等等 这个牵引发而动全身 因为这个事 这个是一个什么物质利益啊 实质在在的利益 这个一涨价了 那你物价就上来 那么那些没有涨的人 就很不满了 更加开始这个心理不平衡 欧盾更深 所以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总之这样随涨船高啊 这个 总之这样比下去啊 什么时候是个 是个这个机械啊 你涨多少都不满意 刚开始挺乐 过点睡就不满意了 人都是这样 所以说 我认为他这个还是应该 这个顺应历史潮流 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使人们人心顺 人心其泰山一样 他不是 他这个 我发现他的认知上有问题 他的素质 就是文化素质 就是这样 扭曲的这个价值观和是非观 他认为 那个 你听我的 老子给你钱 有钱 点钱 一带一路也是啊 到那个非洲的国家去 人家铺个红地毯 呼呼他 欢迎他 讲他两句好话 称他伟大领袖 我挂这个标语牌 他乐的 就是撒钱 老子有钱 就是总拿这个钱说事啊 这个是应该讲 主要是 这个还是 我认为还是 本人的素质不行 就是这个能力啊 实在是太欠缺 但是也没有办法 那这篇文章也讲到了 这个习近平 这个在2018年 就是3月11号啊 中共第13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 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连锐限制 最终一致通过 同日公布实行 你不通过也不行 因为什么 你不通过 他到时候找你毛病 这些人大 人大委员 但有些人都有 自己有把柄 在人手里掐着 对不对 说2020年12月26号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批准 有关国防法的弱感修正案 批准了习近平有关将 国防政策制定权 从国务院 移交给其他领导的 中共中央 这个军事委员会的提议啊 你可见他的权力是越来越基于神啊 这个而且还取消了这个国家主席 这个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执政的任期的限制 获得了不受限制的权力 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这个核心了啊 他的思想也同毛泽东一样 泄露党章啊 但是专家们都认为啊 在习近平的同志下 中国已经从一党制转向一人制 这是今天海外看中国网站 看的那篇文章 讲到这个问题了 正因为你一人制 一人有低能而狂妄 你本事又小 这就彻底完蛋了 这为什么搞到现在 这个四面楚歌啊 这个N个国家联盟 自由联盟制裁的 虽然美国现在换了这个总统了 但是最近这个办法 像布林肯 国务卿还是讲要保留川普 就是对中共强硬啊 制裁这个事情 能然保留 那从分说明什么 说明他的确是在这个内外交困当中 这个不得不倒向这个军队啊 中国越来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 军事管制下的国家了 军人干政啊 那么有没有一天军队忽然间发生突发事件 滑变或者是在搞一些名堂 那他对自己来讲就极其不利了 这个平常人们都不用都是讲一句话嘛 这个养这个老虎 用一被老虎所赏啊 这个就是到一定程度伟大不掉啊 这个情势就失控了 就并不是说军人干政啊 并不是都是好事 有的时候反倒使自己更加威胁啊 一夜间就说不定哪一天就完蛋了 那么今天呢 还有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拉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